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大家关心的是 大同公司的经营权之争持续元烧 市场派代表三元建设董事长王光祥 今天首度跟提名的董事候选人 林文渊举行联合记者会 宣誓认同林文渊为新任 大同董做的理想人选 市场派将会礼拼拿下过半席次 取得经营权 同时带领大同在一年之内获利 让股东拿到鼓励 但是针对市场派是否有中资疑虑 以及想要借大同土地炒地皮的传闻 林文渊也喊话绝对没有中资问题 强调一切都是为了经营的成就感 大同下一波董事改选大战启动 市场派代表三元建设董事长王光祥 以及台本董事长林文渊 选在临时股东会前联合举行记者会 被视为除了是公开向公司派宣战之外 也希望向外资以及小股东拉票 大同公司我不敢说多久 可是我跟您说 一年之内一定让你看到不一样的结果 我想他的转型 他没有办法立刻转型 我所谓的转型 要本业顾好把它发扬光大 林文渊表示大同的转投资太多 因此应该要力拼顾本业火化资产 同时在一年内获利 让股东拿到鼓励 同时他也喊话参选的过程中 没有任何政党以及中资疑虑 我跟民进党高层没有往来 我跟中资没有往来 所以您可以放心 我不排除他要来合作 我想如果合作 我想可能是最好的吧 我欢迎他来 市场派大动作召开记者会 大同公司目前没有任何回应 谈开林文渊主导推出的董事名单 总共提名六席董事三席读董 包括三元建设董事长王光祥 台本董事长林文渊 正旗建设董事长叶小珍 台本公司总经理陈伯源 普渡大学奠基博士郭天辉 读董名单则有 龚宗容李胜琛以及陈兆勋 另外星同推出林宏信一席 大同公司则推出董事长林公文艳 张艺华彭文杰 沈博言 苏彭飞 蔡胜文六席董事 以及刘宗德 谢隐生 王金来 三席独立董事 虽然大同公司派 目前还在向法院 诉请古林慧 与法无拘 解散新同公司的资格 但是面对市场派步步进逼 宁国文艳的对手 似乎从王光祥 变成台湾钢联系统的林文渊 百年大同能否顺利变天 双方将在10月21号正式决战 记者 科兴与詹明华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